讲起偵探和查案,你会想起什么? 继我说,一定会想起福尔摩斯系列, 战舞,烟斗,干湿外,这新来自福尔摩斯的西片探长经典造型,加上圆异案情。 它的系列电影自20世纪开始风味全球,在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个热潮。 早期的香港偵探电影深受西方黑色电影的影响,等等,黑色电影,是什么? 其实在四五十年代,二战过后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, 部分荷里活电影公司兴起拍摄以偵探罪案为题材, 写出现实黑暗面的片种,故事情调阴沉,拍摄又强调光影对比, 令画面多了神灰蒙蒙的气氛,后来就被归类为黑色电影。 当时,这股风气由美国吹到同样经历战争混乱的中国,很快还烧来香港。 说回香港,自1947年起,粤语片开始再度活跃, 除了模仿西片和国语片的潮流,还将它们本地化, 一些间谍特工片和蒸探片开始流行, 例如《危城碟女》、《烙手蛇心》、《蝙蝠大道》等。 当时的粤语片制作成本有限,着重以感官刺激来吸引观众, 所以这类偵探片多数是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 牵涉金钱糾纷、情欲和暴力等黑色元素, 噱头十足。 《查案》劇情在50年代继续在香港大受欢迎, 加上不少中国电影人因为政治形势转移阵地来到香港, 令制作质素大有进步。 在1956年,新创立的电影公司光毅初试提升, 拍了《999命案》,呈现警队查案过程,引来很大回响。 相隔两个星期,达到《999大血案》上映, 同样受到观众喜爱。 光毅于是直接添蝕开拍《999命案》系列。 见到系列这么受欢迎,当时的电影公司中联都不落口于人。 他们改变策略,开拍拖出《偵探警匪》片, 例如《香城空影》、《钱》、《我要户下去》等。 有刺激的事故效果之余,也加入了社会意义, 令当时市场出现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偵探电影。 与以往相比,近代的《偵探警匪》电影, 就多了不少不同的面向和深度。 例如《善人》,将敬事的重心由探长转移到警匪故事中的万年配角, 《善人》身上,《神探》就加入了灵异元素。 《偵探》刘青云,不单是查案,还读了人的心魔。 除了丰富的视觉效果, 还为观众带来不少更深层次的人性思考。 虽然《香港偵探警匪》电影似于西方黑色电影, 但这么多年来,香港电影人不断改进。 由镜头细节,到故事剧情, 各式素材都精一求精。 在电影中融入香港独有的社会特色, 令这个片种成为港产片的经典之一。 每天都在台灣大学生中的角色, 每天都在谷尺寺等。 在电影中的角色,